啊老婆你再不拿钱来 我这个厂啊都要倒闭了 现在齐虚的那就是资金 你到底拿钱干嘛去了 那个钱我拿去给我妈保管了嘛 那个时候你有钱 怕你放你这里你又拿去玩 所以我就拿去给我妈保管了 哎呀我这个砂糖好不容易赚一点钱 你就拿去给你妈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放在我这里 我怎么会随便拿去玩的嘛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 要是你有钱了 你就把我抛弃了 去找别的女人怎么办嘛 我怎么会去找别的女人 怎么不会嘛 哪个男人有钱都会吃喝嫖赌 然后去玩女人 我也怕你这样子啊 哎呀你看我酒也不喝 烟也不抽 玩我更不说玩了 我就想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赚钱 现在这个厂好不容易有一点点起色 你就赶紧把钱给藏起来 现在急需周转啊 不然工人都没有 现在销量也不好 赶紧拿钱给我吧 现在马上要请工人 马上要请销售人员来帮忙销售 我们这个厂才能运行下去啊 那钱我给我妈了 我妈也拿去存银行了 存定期的三年以上才能取出来呢 还存了三年的定期 那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这个沙场就是我的命啊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子啊 哎这样子 你打电话给你妈 让她想办法把钱拿出来 拿来这里先周转一下 行吧 打电话也拿不回来啊 都存定期了 怎么拿回来嘛 存定期 其实存定期是可以拿的 给他们打电话 或者直接去前台跟他们说 利息我们不要了 把它转成活机 然后可以取出来 直接拿过来给我就行了 拿不了了这钱 怎么拿不了啊 赶紧的 现在都急不开交了 你还这样子 行吧行吧 那我回家跟我妈去银行拿来 快点的 老婆老婆怎么样啊 老公跟你说个坏消息吧 但是你不要生气 什么坏消息嘛 你先说啊 我都说了让你不要生气 哎 你不生气我才说 难道这消息让我会很生气吗 哎呀 你说吧说吧说吧 快点我现在继续用钱 快点 我妈拿那钱去打麻将了 什么 你妈拿钱去打麻将了 啊 50万全部拿去打麻将了吗 对啊 赢的时候 他觉得还会赢 结果就输完了 哎呀 你让我说你妈什么好呢 居然拿我这个沙场的钱去打麻将 怎么会这样子 他以为那钱是他的吗 那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 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也没给宅礼 他说他就拿那个奖当宅礼就好了 当宅礼 要宅礼当初不是给的吗 只是给的少一点而已的嘛 那我也不知道他会这样啊 他跟我说他会损起来 哎 那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那你赶快想别的办法 现在炒也没有用了 哎呀 嘖 那这样你让你妈去贷款 去银行贷款拿给我 你怎么让他去贷款呢 他可是你老丈母娘 你怎么能让他贷款来给你开场呢 可是他拿着我的钱去打麻将啊 那是我的命钱啊 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啊 那你说怎么办啊 你去贷啊 那那个钱怎么算啊 那个钱都说了当彩礼钱了 彩礼50万的彩礼吗 哼 现在我赚钱了 就拿走钱 当做彩礼钱 哼 真的是气死我了 那你说怎么办嘛 怎么办 凉拌 卖了房子吧 那你卖房子了 我们俩俩住哪里啊 哎住哪住哪 赚钱才是我的目的 那我们怎么办嘛